大家对于西游,八十六央式版的西游记,应该是每个心中的经典了。 不过,西游记的电影,从建国以来,都是从来不缺的。 早在五十多年前的时候,就已经开始拍摄西游记台的电影了。 1967年拍摄的《盘思洞》,就是根据西游记中的情节改变而来的。 这部西游记,就当时的技术和拍摄来说,算是非常不错的了。 只是电影中《蜘蛛精》的扮演者,在当时来说,穿着这样的衣服,算是比较大胆的。 由于我们大陆的民风还是比较淳朴的,穿着这样比较露的衣服,在当时来说,确实是没法让大部分人接受的。 但这部电影是一部香港电影,在回归前,在这方面香港人,还是更加开明一些的。 但是大陆就是由于电影中人物的服装造型,过于前卫的关系,直到最后也没有能够上映。 所以,很多人无奈也只能自。